好,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拍第二条片 第二条片讲什么呢,就讲我们国内A股的一些股票 包括港股什么的一些公司的业绩 包括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其实都是一些公开资料 也不做成这个投资建议 但是我会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这些公司的业绩 它不好的一个原因 原因包括一些,为什么会这样 就为什么我会能够提前 有很多公司我能猜到它的发展前景 包括连董事长可能都没有 不一定能够知道 我就先讲几个公司 就是为什么讲这些公司呢 因为他们的股东人数很多 你像中国平安,我就想给大家讲 中国平安呢,这个三季报出来了 业绩是不好的 就光三季度同比去年是大跌 然后一到三季度也是跌 所以大家就很疑问了 这不是蓝筹股吗 这不是核心资产吗 不是 这不是大家说的什么保险黄金十年吗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还跌 我就告诉,可以给大家重新归纳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样 首先第一个 因为疫情以来 这个人与人之间见面 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 这个是第一个利空 就是说你那个受险是要见面才能销售的 就是说你在网上卖不了 为什么网上卖不了 因为这个是偏智商税的东西 就是说一定要当面洗脑才能卖 所以他这个就一定有影响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那些教育行业 包括地产 教育行业不是被国家打压吗 包括这个地产 也是三条红线 包括恒大的事件 包括还有一些餐饮 各方面疫情的反复 所以导致的肯定会有一些失业的增加 所以这些这部分 比如说教育地产 这些失业的增加 其实是影响一些人的购买力的 就是说一些人的消费能力下降了 那这样的话 他做出消费行为的时候 他会更加理性 他就会考虑 我为什么要买受险 为什么我不买酱油先 最后你看第三季度 就马上给出答案了 就大家宁愿去买茅台 都不买受险 所以茅台黄金十年反而是对的 你看茅台第三季度不是收入增长 还增长百分之十三个点的利润吗 你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茅台真的是股王 虽然说增长十几个点 看上去市盈率还有四五十倍 对吧 但是你要想到 它是一个可增长的生意 市盈率是高 但是可增长 以后可以消化 但如果你是负增长百分之二十 那完蛋了 那我怎么估值 对吧 你你像那个平安 去年已经复增长了 今年再复增长 那我怎么给你估值呢 那你以后会不会亏损呢 你以为没有亏损的可能吗 我觉得有可能的 如果你受险再卖不好 明年再卖差 那那风险很大对吧 因为你的保单你要支出的 你你你买那些保单啊 你不用给钱啊 有些人死了 那个受险你要给钱别人的 对吧 然后如果你卖不出卖不出新单 你怎么办啊 好 这第二个啊就第二个就那个就业有一点影响啊 就那个消费水平啊什么的 就别人凭什么买你受险 对吧 你还要上门求他买啊 你没有你没有听说过 有人是上门去保险公司说哎 你求我求你卖一份保单给我 没有吧 但白酒有啊对吧 骗仔黄有啊 你看骗仔黄有没有说请养一堆人 比如说呃养一百万人 上你家门口哎给你聊天 对吧 聊个四五十分钟啊 你看这个骗仔黄好对吧 吃了护肝啊 效果非常之好啊 是国家保密配方 你赶紧吃吧啊 你看我们同事都吃了 你的亲戚朋友都吃了 赶紧吃这个骗仔黄 没有见过这种事吧 这所以骗仔黄就不同的吧 它是一个强势的产品 它不需要养一百万人去给你啊 销售啊 说难听点叫传销也可以对吧 嗯 就是它不需要做这种事啊 那保单要啊 所以保单是有弱势的产品 就是说你要你在迷迷迷迷糊 啊 钱多了 花不完的时候啊 不小心就买了 才这样 所以当大家的消费变理性了 受险就不行了啊 因为受险它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它一不帮你保值增值啊 啊 你你你你买了之后也没什么用 短时间看不到什么效果 他就说给你一个保障 就是说你你你你你挂了 然后你你家人能拿到这个保单 而且又没有保值的对吧 你不会说抵抗通胀了 保单就没有抵抗通胀了 它的内部收益率只有两个点 对吧 全世界都知道 只不过没有对保 买保险的人说对吧 你只有两个点 那么还不如纯银行 你纯银行的还有还有还有五个点 对吧 这五年期定期存款还有四五个点吧 对吧 好多了对吧 只不过大家整整整天是管不住手 把钱花掉 其实其实如果是稍微有点控制力的话 就存个五存个五年定期 其实也可以对吧 啊 然后第三其他原因什么呢 其他原因就是竞争 竞争的就是那个友邦保险的竞争 这个也没有人提到吧 也是我独家说的 说实话 我在雪球上没有看到人说这个 我其实其实我就看到友邦保险卖的挺好的 你去看一下友邦的半年报都是增长的对吧 你想一下他能够在国内做不受险 越卖越多了 然后你这个平安你这个生意变差 那肯定就是友邦把你的生意抢了 至于他为什么能够抢你的生意 那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估计可能是服务更好吧 或者说有些什么 携带的一些投资收益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一个外资的保险公司 在香港还有东南亚什么的卖的挺好的 然后他既然是国际卖保险卖的挺好 那他进来国内 比如说国家有可能保险的牌照再放开一点 给外资 我最近看那个地铁有一个叫大都会人寿的也在卖 卖广告 美国的那边的牌子 那如果以后金融开放 那你这个国内这些保险公司 你这个竞争力会不会就变差了 因为你以前只是在国内几个保险公司之间内斗 那你没有接受过国外的那个竞争者跟你竞争的 对吧 你都是温室里面长大的花朵 所以你过去30年的那个辉煌是不算数的 对吧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口老龄化 当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受险是变差的 想不到吧 很多人觉得老了是不是买受险错了 受险都是年轻人买的 我你都老了60岁买什么受险了 等着吃饭了 干嘛买你的受险 对吧 我干嘛没事干60岁还买你一份保险 能当我90岁在在花开玩笑不可能的 所以人口偏老的时候受险是变差的 就就你年纪大了 你像我30多岁 如果你是20岁可能你会买 但如果当你45岁你还想买吗 可能会考虑一下对吧 我很多要花钱了 我儿子要要读书 我家里人要吃饭 我看病 我干嘛突然没事干 再买个受险 所以受险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也不好的 你去看日本的保险公司做受险的 30年股价不好的 所以有时候多看一点外国的股票 对你炒A股很重要 这下面一个 还有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抖音 那些流媒体对他的打烊 就是什么抖音 什么坏手在上面不停的曝光 那些保险的不好 就说他骗人 什么的 然后然后被打被打击 对吧 就舆论上面不好 第第6个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就毕业生减少了 可能就就比如说你每年的那个新增的业务员 都是在校大学生 那在校大学生可能会见顶了 那如果那个见顶的话 你还能够拉这么多业务员吗 如果业务员拉少了 你怎么样能够让业务员把保险 卖给他的亲戚朋友呢 对吧 就你你所有的定保单 80%都是业务员卖给亲戚朋友 我就在屏幕前面的你 如果你有在平安做过 或者说你正在平安做 我估计你也知道 可能你的第前几份保单 你都是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 对吧 大部分的同行 大部分的同事 可能卖给亲戚朋友之后 他就干不下去了 因为他没有下售能力 他只能够把这个保单 卖给亲戚朋友 所以说这也是他一个受险的利空 这么多 你看这么多利空 那那那淘了送完这么多 那平安就没有什么利好了 有利好就是他的财产保险 他的健康保险还能够增长的 所以有人说中国平安 如果转型 能够做一个 像美国那样的联合健康 那样的保险公司 就做做做 那个健康险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包括他银行做的还可以 平安银行 我觉得竞争力还可以 暂时也不用太 也不算差吧 我觉得还算前面第一等级的 就是说招航宁波 可能后面 可能轮到好像真的可能轮到他平安 不不过我没有买平安的 银行的股票 因为我对他的封控 实力表示很怀疑 就是他的封控实力 我很怀疑 还有一个利空 最重要的 没有讲 就是平安地产太多了 你看他的地产 我告诉你 他是碧桂圆的二股东 是续辉控股的二股东 是那个蓝光发展的大的债主 就什么信托都卖给他了 还有融创中国的二股东 华夏幸福的第一大股东 不是二股东 因为华夏幸福的第一大股东 那个股票质押平昌了 所以中国平安就变成了第一大股东 然后他现在华夏幸福欠900个亿还不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900个亿 可能有几千个亿 那中国平安做了第一大股东 成了老赖 那他就不还了 那不还他说我财务投资我不还 但说实话 你毕竟变成了控股股东 你你不还的话 其实你就老赖 对吧 其实如果你用常识想一想 你这个股票都变成一个老赖了 为什么还要投资他的股票呢 那就我我想一下 觉得很奇怪 对吧 中国平安已经是华夏幸福 第一大股东 然后华夏幸福欠了几百个亿 他不还 那是不是老赖呢 那为什么还要把钱投到老赖身上 华夏幸福的足球队 现在工资估计也很难开了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平安不动产 本来也是很大规模很大的 你想一下这么多地产公司 假设有个什么冬瓜豆腐 冬瓜豆腐是广东话啊 冬瓜豆腐是广东话 就有个什么冬瓜豆腐 会不会他又什么减值啊 记忆体损失啊 什么债务牵连了 都有可能的吧 而且还有一些小的利空我没有讲的 就是说平安银行他那个房贷案 接比例也很高的 这里会不会隐藏一些风险啊 就细说我不讲呢 这里会不会隐藏一些风险啊 包括给开发商贷款 也有吧 也不用没有吧 你看到的财务记印象中记得也是有的 所以他整个公司 这方面对吧竞争大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呢 你像平安好医生 你说这个平安好医生是不是很强了 我觉得一般吧 阿里健康对他的分流也是很大 包括以后要上市的V1 V1就是那个微小的V一生的一那个公司 那个那个也可以看病啊 什么好大夫在线了 对吧 然后呢他其他的产业像什么路金锁 你说路金锁这个公司有价值吗 我觉得路金锁现在暂时看没什么用了 因为京东金融也做起来了 然后你看头部了就东方财富 同花顺基金 然后各大银行的基金 然后还有京东金融 百度金融 什么时候能轮得到路金锁呢 你你没用路金锁吗 我觉得不会没几个人想用吧 现在以前路金锁 为什么大家用了 是因为以前有个P2P 他给个8.6%的那个利息 所以长期用 所以这个平安下面那些各种产业 我觉得竞争力也不是很强 没有什么杀手锏 然后呢他说他的金融创新 拿专利拿了全国第一什么世界 金融科技第一名 哎呀我觉得这个牛吹的很大 如果金融科技这么牛 那还要恒生电子干什么呢 你看恒生电子也是做金融科技的 那为什么恒生电子就股价硬这么多呢 对吧 那跟同花顺东方财富也没有吹什么金融科技 对吧 股票也比你硬 你包括宁波银行有金融科技吗 从来没听说过宁波银行吹自己拿什么专利 但为什么别人比你一样硬啊 因为别人会封控啊对吧 别别没有金融科技 但是坏账比你低 这个就很矛盾的吧 你金融科技这么强 为什么坏账不能够降低呢 你有本事把坏账加到零吗 如果你金融科技真的很强 那应该坏账加到很低对吧 这是中国平安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嘛 希望是有的 转型 不做房地产 然后呢把专注度放在健康险 我觉得这可以的 但你短期 我觉得压力很大 你包括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利空 就高管工资也太高了 什么什么请那个新加坡的女的高管 那么1600万年薪 香港的那个投资主 投资官就是负责投资那个 香港的1500万年薪就买了华夏幸福 哎呀 这我也我也不能批评你什么 但但但如果你是股东的话 你你你应该不满意吧 那么你请1500万养个人 给我投华夏幸福 连出来道歉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也也太不要脸了 对吧 你投华夏幸福亏了公司这么多钱 也不辞职 是什么原因不辞职呢 如果是我 我肯定辞职的 那你你像那个足球队 冲不出亚洲 中国足球队的那个 意大利的那个什么教练 不是辞职了对不对 你要换成离铁上来吧 你如果如果这一次世界杯冲不出去 连离铁可能也要辞职了 但那投华夏幸福 亏这么多钱竟然没有辞职 对吧哎呀 真的真的是 好吧 这里也讲到这 希望大家 对这个股票 就你一定要很怎么说 也不用说看财务报表 你看那个平安第三季度报 我也没去看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看 你就用冷眼去看一下这个公司就行了 如果一个公司 冷眼都看不清楚 还非得看财务报表 盯那个什么数据 还天天有人跟我讲 你看通话东宝什么甘理药业 你真的懂吗 你看那个什么胰岛素是长效的 还是短效的 天天有人 啊回我 我说你这个公司有竞争有压力 就风险就大 很多人都喜欢抠气的 还说什么中国化学 你看你懂这个公司吗 我说我都不需要懂 你这个生意就不像是牛股 真的就 你看保险也不是什么重复消费的 对吧 除了除了财险意外险 健康险有重复消费 那受险不是重复消费 说实话 对还有一个漏了 就是你看巴菲特没有做受险的 对啊 这个最重要 巴菲特从来不做受险的 巴菲特都不做的生意 你要谨慎一点 就巴菲特不做的生意 还是传统生意 他为什么不做 那肯定是觉得不赚钱嘛 好 这节讲到这 希望大家如果是有买中国平安的 有买什么万科格力的 就自己谨慎一点啊 我觉得这些公司都是前景暗淡 就如果是广东话 我们广东话叫什么呢 情情其感 记不记啊 这面是情情其感 就是说你的前景像这样 我们广东话叫前程是景 情情其感 还感我 记不记啊 好 这节讲到这 希望大家开心啊 听我的视频 其实就是一个投资分享啊 也不做成什么的投资建议啊 如果你有中国平安的 赚钱亏钱不关我事 我也没有将你卖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公司前景 我个人觉得不好啊 啊 呃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7日 啊 今天出来吃东西啊 拍了两条片 希望大家 啊 能够学到东西啊 没有上什么图片 但我觉得就这样跟你讲 大家也能够理解很多东西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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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